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这个脸上长了一个可以身体自如的的精状小鲜肉是谁啊 难道他就是童话真妇女之友 屁诺曹 对应该就是他 不然你可千万别举荐啊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可怜啊 身体不用自主的冲过来了 逆子 你给老夫闯什么祸了 爹地 那家不是故意的 我的个乖乖 这个童言俱入的暴炉筐是个什么生物 你要不要这么性感啊 不过他们都不是本片的主角 靠毛啊 那他们是什么人 是谁在说旁白 对 我就是这部电影的第一主角 当然是我在说旁白了喂 第一主角真是毫无存在感啊 好吧 非要把我的头好拍到战斗路报复发起功了 连我都怕得一门时光机拉出来 你们才知道什么叫存在感吗 正义战胜邪恶的旅途即将开始 时光机 全靠你了 扫我拉开啊 不要把我酸进去 拿了危险的地方 我才不会去 还在想着拯救世界吗 不是说反派都已经剖开死掉了吧 没有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呢 你好像还变强了 好怕怕 感觉我们都要剖开了 你必要 打倒你 从此主角和反派过上了幸福混乱激烈的生活 不是说还有很多跌宕起伏的各种外挂任务吗 尼玛预告片里全说了你还去电影院里看看毛啊 你以为我是那种讨厌的巨头党吗 我们的片名是 十万个冷笑 呵呵呵呵 好高冷的片名啊 不过导演 哪里高冷了 而且和剧情有毛关系啊 嗯 好吧 无所谓啊 佛洛妖哈特 仔细体会吧